因为大部分来找我的都是心情比较沮丧的客人 可能他在现在不满意现状 所谓不满意现状是我可能在现在的职场上 或者是人际关系交友关系可能遇到了瓶颈 比如说父母亲求好亲切的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比较晚婚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想说 好烦哦我们家女儿怎么都这么大都还嫁不出去啊 然后或者是我们儿子回来就一直打电动啊 达到都每天每日然后也不想要谈恋爱这样子 爱自己打电动现在比较开心比较重要 我们一关上就我们那个无解 那这种的通常都会找我看养宅啊 因为养宅他其实很妙是他 我们人就是住在有心的房子里面 有心的房子里面他其实格局啊 他的流通性啊 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潜意识 那潜意识他会慢慢带出我们的行为 到底有没有郁闷 郁闷的人其实也可以来找我 然后精神上的就是晚上睡不好啊 这些其实也都会来找我啊 迷惘的时候 呢 哦 啦啦啦啦啦啦